欸 你們是不是明明上半身都瘦瘦的 但是愛大腿粗道 把我們屁股大翻天 好啦 今天我就來教你們幾招 只要花一個月的時間 就讓你雄壯威武的下半身 鬆垮軟胖的脂肪 全部都給它提拉緊緻 第一招叫做 向腿肥臀載劍茶 把單身三渣 桂枝各五克 藝人 芙苓 荷葉 白竹 昌竹 各三克 這就是幫助你健體力施 再來第二招叫做 泡腳 把單身三渣 桂枝各五克 藝人 芙苓 荷葉 白竹 昌竹 各三克 這就是幫助你健體力施 再來第三招叫做 穴道啦 絕對要去按這四個穴道 按對了比你亂按大腿其他位置 效果好十倍以上 第四招就是運動 所以我們一起來完成 一個月屁股大蘿蔔腿改善計畫 趁現在還是冬天 我們趕緊來準備 今年的夏天就讓我們迎接 沙灘 熱褲 比基尼 來 下半身肥胖它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叫你身體濕氣重 無論是癌水腫或者是脂肪 它都是一種濕氣 傳統醫學上說 濕 熱 下注 意思就是你的濕氣會累積在下半身 例如說下腹部 臀部 大腿 尤其是 小腿非常容易腫脹 甚至是你短期之內 體重增減的非常明顯 就是一種虛胖的表現 再來第二個原因叫做 氣質 血淤 你像我一樣這樣子每天翹腳 愛穿緊身褲 或是你像個食感當一樣 長期久坐不運動 全都會讓你下肢血液循環 或淋巴回流很差 這就叫 氣質血淤 所以啊 綜合這兩個原因 你有沒有發現 你只要做到 除濕 再加上 疏通氣血 這兩件事 那你西洋梨的身材 就會迎刃而解 改善快速啦 所以 來 改善你的肥腿 來 第一招叫做 名字取得是非常猛 但效果真心棒 準備的材料有 單身山楂 桂枝 各五克 藝人 茯苓 荷葉 白竹 昌竹 各三克 這就是幫助你 你把你的濕氣排除 其他症狀也會好轉 最重要的是 能瘦 自己去藥房買 拿一個小布包把它裝起來 煮水600CC10分鐘 也可以用保溫瓶滾水悶泡30分鐘 無論你是 水腫腿 肌肉腿 脂肪腿 都非常有效 你一週去喝它個兩三次 持續一個月的時間 你會看到效果驚人 再來第二招叫做 泡腳 你們啊 寧可花大錢去啊 買奇奇怪怪的減肥藥 或者是花大錢去看自備門診 但老大推薦你的是 真的又簡單又便宜的 而且效果好到你會嚇過 那就是 泡腳 來 超厲害 瘦身醬子 泡腳方 準備的材料有 艾葉桑枝 跟槍火 各六克 山楂酸澡人各十克 貴枝三克 老薑三片 再拿一些柑橘類的果皮 一整顆的皮 例如說 橘子柳丁 葡萄柚 這些都算 把這些東西丟到1000CC的水裡面去 滾了之後再煮20分鐘 你就加進泡腳桶 或者是浴缸裡面 加水去調整成適合的溫度 拿去泡腳20-30分鐘 你記得喔 要超過腳踝的位置 高大概20公分 15公分 這樣效果才會好 這個泡腳方 可以 溺水消脂 增加代謝 它會讓你腿部的線條 真的變得很好 你一週一兩次 持之以恆去泡它一個月 真的會有效 再來第三招叫做 穴道啦 老大來傳授你四個神奇的穴位 這四個穴道 你有事沒事的敲一敲 每個穴位敲三分鐘 就能輕鬆消除你的水腫 脂肪腿 所以你想要打造你的美腿 想要你屁股小 絕對要去按這四個穴道 按對了 比你亂按大腿其他位置 效果好十倍以上 我們請小黑雷當示範一下 來第一個穴道叫做 浮吐穴 來按摩 浮吐穴它可以改善大腿的線條 並且你如果有肌肉痠痛的話 它是非常好的功效 在你大腿的外側 膝蓋上方 八隻手指頭的地方 叫浮吐穴 第二個穴道叫做 斜海穴 按摩 斜海穴它能夠 補血、羊血、活血化穴 只要你 循環好了之後 你自然會瘦 甚至 它對於 皮膚都有很好的效果 例如說青春痘 例如說吃疹 第二個穴道在你的大腿 內側 膝蓋的上方 兩寸 這個地方 大小啦 按摩 楊鱗拳 它可以舒筋活絡 讓氣血回流 楊鱗拳 它是在你的 膝蓋下外側 飛骨小頭 這個地方 三陰椒 哪裡啦 好 這裡 我已經在影片裡面講了 無數次了 它三陰椒都沒記起來 你們記起來了嗎 三陰椒 它就對於 下半身的水腫 以及你整個 屁股、大腿的線條 都非常的優秀 三陰椒就在你的內側腳踝 上面四肢手指頭的地方 這裡 只要你在一個月內 去好好的按摩這些穴道 記得左右邊都有 每個穴道給它按摩兩分鐘 你就可以看到你下半身的線條 有明顯的改善 第四招 就是運動 上班回家超累啊 你只想倒在那邊當一條懶豬 下雨天你意志力薄弱 運動起來要你命 沒錯 這是不是就是 鏡頭前的 你無法突破的難關 所以七七老大今天就要來教你 在辦公室、室內、居家 全都可以做的 瘦、下半身 超簡單運動 不管 反正各位 身上最不滿意的位置是哪裡 第一名就是 小腿、外闊、以及蘿蔔腿 你走到哪裡 兔寶寶跟著你 以為你是賣蘿蔔的 或者是 跑到歐洲去 人家以為你足球踢得很厲害 所以趕快把這招學起來 你就可以立刻改善它 來 方法就是 好 首先第一步就是面向牆壁 然後雙手撐住牆壁 然後我們的右腳往後 一大步喔 然後右腳的腳尖 圍圍的向內三十度 這樣子你就會感覺到 小腿拉伸 沒錯 這個喔 我們是要 你這隻伸高鞋 好啦不管了 反正就是喔 你的腳底還是要貼住地面 不可以踮腳 來 這樣你就會感覺到 你的小腿給它拉伸 給它伸展 這樣子幫助舒緩你小腿後面的非常肌 就可以啊 去消除你的蘿蔔腿啦 這個動作超簡單又很有效 只要有牆你就可以做 再來啊 很多人不滿意 就是拿你大腿的肉肉 你爬個樓梯啊 在那端腰端腰的 晃動的跟啊 六福村的笑傲飛鷹一樣 那你就很適合做這個喔 叫做一分鐘夾霧 瘦腿運動 然後像這樣子喔 欸 往前 欸 坐在椅子喔 三分之一 上半身打直 坐挺 把稍微有一點點厚度的東西夾在你的兩腿之間 我告訴你 整個辦公室最有厚度的 就是我的錢包啦 加加加加 那我的腳尖要往內嗎 直的就好 往前直的就好 夾在大腿還是膝蓋 夾在膝蓋 用力夾 就這樣用力的夾住 直到大腿有一點酸痛感再放鬆 這個動作它就是可以瘦大腿的內側 瘦大腿的後側 你早上開會的時候老闆在上面講 你就在下面偷偷做 但是喔 你不要夾住的時候表情是很猙獰的喔 不然啊 大家會以為你吃壞肚子想繞賽 夾個一分鐘就行啊 效果超好 而且又超簡單 嗯 會酸耶 再來第三招趕快教你們 叫深蹲坐椅子20次 這個動作可以幫助你燃燒屁股和大腿 不過啊 它尺度是非常的高啊 弄不好老闆以為你自瘡發作啊 雙腳微微的分開 就這樣坐在椅子前面三分之一 然後雙手握拳啊 輕輕的給它站起來 然後我們再給它坐下 坐下 你不會抽走啦 我是那麼嚇得 不不不 站什麼 碰到就給我再起來了 快點 24 點加油 媽媽 你就像這樣子啊 重複20次 你就會感覺到你大腿內外側以及屁股啊 真的是燃燒到緊啊 來 以上這幾個辦法 請你一定一定要學起來 老大真的懂你們 我知道你們站在衣櫥前面啊 挑了老半天都找不到適合的褲子 這種失落的心情 我也知道你想改變但是啊 不知從何下手的那一種無力感 但請相信我只要你願意短短的一個月 真的可以改變 生命中總有一些事情是我們需要堅持的 不是嗎